首先要感謝執行北屯區北屯路264支10號前捷運工地救災勤務的本府消防局以及民間救難團體 首先第一位是消防局第八救災救護大隊副大隊長呂鴻龍先生 請上台代表領獎 消防局北屯分隊隊員呂裕群先生 消防局大臣分隊隊員楊志雄先生 消防局文昌分隊隊員許耀文先生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隊員賴玉生先生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隊員賴玉生先生 以及陪同的四位同仁請一同上台受獎 台中市山海豚救援協會理事長謝正文先生 致中市到 lyun來早可帶領獎 詞 Beck 腎介紹吧 台中市山海豚救出獎救救護指揮女士 Phil Josh Dio Ka的救護指揮中心隊員وفmm 臺灣國際緊急救難總隊中隊公關彭智豪先生 以及陪同人員一起上台合影 我們請所有負責終結工地救災的同仁一起上台與市長合影 也請消防局局長一起上台 接下來第二個救助案是5月23日在大理區台74線下草湖西沙州民眾受困人命的救助公救助案 第一位是消防局大理分隊分隊長黃凱偉先生 雲峰分隊小隊長何睦聰先生 國光分隊隊員呂坤玉先生 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三位隊員紀柏妍先生 我們請四位同仁以及消防局局長一起上台合影 接下來第三個救助案是5月24號在豐原區後豐鐵馬道花梁岡橋下民眾沙州受困的救助案 接下來第三個救助案是5月24號在豐原區後豐鐵馬道花梁岡橋下民眾沙州受困的救助案 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小隊長張永述先生 請兩位以及消防局長一起上台合影 感謝本府消防局以及民間救難團體他們的辛勞付出 藉此表揚他們奮勇的心神提升救災人員的士氣 接下來是國際世子會三百支西區中民世子會2012會長聯誼會要捐贈台中市燒烫商患者生活重建中心50萬元 請吳淑芬會長代表捐贈 吳淑芬會長代表捐贈 我們請李如鋒會長 李廠義會長 翁天貴會長 翁天貴會長 王福生會長 馮建盛會長 邱玉賢會長 鄭義典會長 柯志義會長 以及彭家俊會長 一起上台合影 也請社會局旅局長一起上台與其合影 會長聯誼會捐贈的目的是要再持續的宣傳 希望能夠達到2000萬 儘速成立的中區燒烫商重建中心 好 接下來要恭請市長頒贈感謝狀 感謝國際獅子會2011-2012會長聯誼會的捐贈 希望藉由他們的拋磚引玉 能夠盡快成立中區燒烫商重建中心 再一次感謝國際獅子會會長聯誼會 再一次感謝國際獅子會會長聯誼會 我們當年就是會跟妳來 妳來 因為把我們 этих獅子會長 我就把他們講一個 我們都會 Plastic 來,來,來,來 我們會借了我們包的人 我們來,來,來,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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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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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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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頒獎到此結束 今天研考會報告 今天7月13日召開第213次市政會議 首先報告出席情形 陰道人數39人 石道人數39人 其中研考會主委出國 由曾副主委代理出席 以上恭請市長主持會議 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司職會 我們這些熱心公益的社團朋友 今天早上非常高興來代表 這個八仙城堡事件 這個 的一個受傷的人跟他的家屬 接受這50萬元的捐款 這是指定用途 要用於中部的燒燙商重建中心 的一個救助金的專戶 那麼也因為這個50萬元的捐贈 我們目前已經突破有1000萬元的這個捐款 這個短短的一個多禮拜 已經達到了上千萬的這個數字 那也就今天的捐贈 捐贈跟感謝 我們也 讓社會更了解 我們要重建這個中心的一個進度 所以也請我們的新聞同仁 再發布一下消息 可以讓社會各界 大家能夠 就是來促成 這個重建中心在中部的一個設立 那麼我們在上週 也由社會局 衛生局跟在 整個燒燙商的 這個 方面 非常有經驗的陽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 跟他們 來這個會商 籌設 這個重建中心 那他們的本身 也 就是 也將在中部設立一個 他們的一個中部的中心 要擴大這個 點 來 持續的服務更多的燒燙商的 這些病患 跟 協助他們的家屬 所以這個事情是 我想 不只是對這些燒燙商的人 跟他的家屬 這個 中部的重建中心建立之後 我想會造福非常多的人 以前的這一些 燒燙商的病患的重建 跟未來可能遭遇 到燒燙商的這一些 市民 這也是一個中部的中心 所以也未來可以承擔 就是北部現在可能負荷很重 有一些 病患他可能後續的復健跟重建 是需要到中南部 就可以就近 來利用 那我也在上週是 就是搭乘我們的 優化公車去 龍總 去看 這些病患 那最主要是 也要去 慰問我們的醫護人員 他們真的是 為了救人 沒沒沒力 那 這個是非常辛勞 我們給他就是送了一些 我們自己 高山梨 我們的台中的特產 希望能夠 聊表心意 也請他們要多照顧自己的身體 補充一些 維他命 那最主要是這種愛心 他們的付出 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給他們 就是感謝 也跟他們打氣 那 我想在上週最重要的 我們市府的 施政 就是 推出了優化公車專用道 整個幹線公車的這個 政策 那這個是 在初期 當然 有一些磨合 我們也聽到社會很多的 寶貴的意見 那也是 不斷的這個進行調整之後 在這個週末 這個大概經過 大家的一個檢驗 已經是 可以說 就是 漸入佳境 那 一些正面的效應也 持續的出來 那有一些 遭遇到的一些瑕疵 或是一些問題 就一個一個來解決 那 這個是 我講的 穿著衣服改衣服 我們沒有辦法在 自己 設計最好的 就是公車路往上 來推出 這個政策 是所謂的BRT 遭遇到 就是實施上的困難 我們在這個基礎上 以最 節省 就是經費 也能夠把已經 支出的這些 就是說 建構BRT藍線的 將近 就是二三十億 的一個預算 把它能夠善用 所以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們看到在台中火車站前面 那個上車的地方非常的狹窄 因為那是本來就是一個臨時的 設的一個 一個一個 就是 車站 所以是先天不良 但是透過後天的 這個 努力 包括透過 那些動線的規劃 還有志工的說明 引導 所以雖然一開始 這個使用者 因為還搞不清楚 有點混亂 但是很快的就 做了改善 那麼這裡面大概有幾點 我看到的 就是說 大家的努力 我也特別的 予以這個 來加冕 包括像火車站前 這個靠站的擁擠情況 經家派同仁跟志工 來這個 引導民眾的搭車 現在大概 搭第二次之後 大家就已經清楚了 初次到的也有很好的這一個動線 跟這個 就是相關的引導 然後再來就是像公車的班次 怎麼樣去調節到 包括尖峰跟離峰時間 最適的一個 車輛的一個 就是流量 還有這個前後車的一個距離 那能夠 就是 更順暢 這個也請 已經有交通局跟 所有公車業者來進行協調 那 就是 因為要維持 三五分鐘就一班 一定是很容易 有一些會好幾班一起到 事實上 在尖峰時間也是必要的 但非尖峰時間的控制 怎麼樣能夠加強 避免這個脫班的情形 另外就是大家看到那個閘門 就是車站的這個閘門跟公車 有時候難以對合 導致上下車不方便 那交通局也在 月台上畫設的行車的停止線 讓公車司機有停號的標準 那這個最主要是要儘快的來驗收 然後驗收後來拆除 他覺得說什麼是這樣 因為他本來是設計是為了要 變成有一個 就是開閉 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閘門 現在沒有這個需要 可是又要完成驗收 我們 行政的程序 所以這個部分 現在在基本的要求之下 希望能夠儘快的來移除 這樣就不會有車門對不准 出口的問題 所以是換進那個閘門 是沒有必要的 他之前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現在就擋著 所以變成對我們司機是 一個口感 這個比像打保齡球一樣 你的球跟那個要對在一起 這個真的是一時的現象 但是希望能夠儘快的 來這個驗收後移除 然後也有一些現象 就在內的公車動態系統 包括那些電子看板 顯示這些資訊 還是要加強 這個就是能夠正確 能夠這個及時來提供 這個當然最根本的 其實還是一個行控中心的一個 未來在驗收之後 我現在能夠根據最近的這些數字 來去做最好的一個調控 這個部分 就是說 還有一個APP的問題 這個有一些人在批評說 那APP的資訊 錯誤 因為那個是有 是民間建制的 所以我也請交通局跟他們溝通 這個人在以為是我們市府建制的 但是他的資訊沒有同步更新 所以我們也去協助他們 這個都很好 那從上週以來 我也召開了 跨局處的會議來進行檢討 那大概到目前為止 各項的這個數據 顯示 新的措施 就優化公車這個 實施之後 大體上有一些正面的效應 那當然還要不斷的改善跟精進 那主要是慢車道的行 這個 行車較以往暢順 而且就是 過去發生的一些 包括公車跟騎機車 就是堵塞或者是 擦撞的情況 也有所改善 這是很明顯的 那再來就是公車專用道跟快車道 的一個速率 還是就是又 些微的改善 但是不大 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 專用道跟這個快車道的方面 請再研究 怎麼樣來能夠 讓這部分也改善 不過就有一點來講 減少那個變換車道 就是的部分 確實對於整個交通的一個 一個 這個調節是 跟安全是有幫助 再來第三個就是 公車的班是變多之後 座位也變多 這個是 大概很多人都說 以前都坐不到位置 現在只要你不堅持 搭雙節 雙節車 那 這個一節的也很好坐 那位置是都夠了 而且遠程的來特別的高興 而且阿公阿嬤 去海山的地方 他們說 現在有車坐 要騎的 很好 確實是再來看到 海線直達市區的免轉車 這個是最為人所稱道 進一步來縮短城鄉差距 然後配合上 10公里的免費 公車的一個 這個 措施 鼓勵了更多人來搭乘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新的政策 在 初期會也需要磨合 跟陣痛 那盡快的來 改善 讓他正面的效應 可以更大的能夠呈現 我想這是一個對的政策 我有信心 經過不斷的一個改善 一定會 更好 那就 涉及到 整個政策制定者 我們的一個思考 任何的政策一定都會有 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影響 比如說你看對這一次 大概在曼車道的這個機車族 是最較好 另外一個就是在 海線地區 的這個市民 就是一片這個肯定 但是呢 對於原來搭BRT 這個藍線的 這一些通勤組來講 可能要稍受一點影響 因為畢竟現在 一節兩節的車都在那邊走 速度會稍微變慢 這是 一種可以看到 但是總體的效應 只要是正面的 這就是對的政策 我們不能為了讓少數人很快 那所有的人都受害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決策者 我們心中的 就是有一把尺在量 那要告訴大家 這樣一個政策 總體效應是好的 才能夠更鼓勵 這個未來的這個搭乘 公共運輸的人 事實上很多人 搭乘原來BRT藍線的人 他們可能不一定了解 本來到7月就要取消 就是BRT藍線的免費搭乘 我們現在把 BRT藍線的這個雙節車 變成優化公車 它也變成符合 10公里免費 不但沒有減少 8公里沒有這個減少 而且增加為10公里 本來是要付錢 現在不用 所以這個他們也是受益者 這一點也要 就是交通局也要說明 讓這些原線的人 但大家也都調適了 經過一段時間大家來瞭解 就是我們是一個 就是說 就是政策的一個整體效應 是正面的 那就是一個值得來 推動的一個改變 那除了這個 就是串聯這個 除了這個BRT的一個改革之外 大概上週也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建構 大台中的這個 交通的 路網 其中有包括公路網 那有一些連外道路 我們先前提的 所謂三環三連 的一個 進一步要推動的 公路的一個系統 的一個建設 那 在上週交通部的公路總局 已經同意 把我們申請的兩條 就是 重要的一個連結 道路 能夠納入 生活圈道路 的交通建設計畫裡面 就是 其中就是包括外埔跟大理 這一個 兩條重要的一個連接道路 其中外埔區 那這個是 2018台中國際花博博覽會 外埔園區連外道路 那是我們把外埔納進來 花博的一個展區之後 一定要去 配合的 開拓馬路 這個對 外埔當地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交通建設 那另外一個是 大理聯絡到高架橋下 增設平面道路的新闢工程 這一條也是 可以來改善台七七線 從大理區草堤路到 雾峰區 柳峰路 大約4.2公里的路段 那解決了沿線跟一般道路 沒辦法銜接的問題 那高架橋下方左右兩側 原來是沒有這個 側側道 他無法服務大理地區的民眾 的交通需求 所以這兩項工程 也都預計可以在 2018年底之前完工 屆10萬台中的環線的 平面道路就更完整 這可以帶動各地的一個均衡發展 那有關交通方面 從長城的城市的發展的 需要來看 捷運還是 不可或缺的大眾運輸工具 那在臺灣大道已經轉型為 優化公車的這個 專用道之後 我也請交通局 檢討原來的捷運的一個 這個規劃 初步 我們也獲製一個結論就是 現在已經在興建捷運綠線 那在4年之後 就可以試營運 6年之後 可以全線來通車 那有了捷運的綠線 一定要有一條 跟它可以交叉的一個捷運線 這樣才能夠四通八達 所以捷運藍線 是非做不可 這個是 我們經過包括林副市長 還有交通局的研究 那先前因為可行性評估 就是前市府送上去交通部 被打回來 那這裡面有一些包括財務規劃 或一些原來跟BRT是進合 有了BRT藍線之後 交通部就不同意我們 蓋捷運藍線 那現在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BRT藍線 已經改成優化公車了 所以我們再來送出 捷運藍線 的正當性就很高 不然說你40日去做一條捷運藍線 BRT藍線 那你又要 蓋捷運藍線 這個他就認為 就是會重複 那現在我覺得退一步 反而可以進兩步 所以儘快的請交通局 來提出這個捷運藍線的這個規劃 然後之後送給送到交通部 來核定 那上週也針對 整個已經有了捷運綠線 沿線的這個廠站的開發 尤其是 在台灣大道跟文新路口的 捷運綠線的G9站 這個市府花了 應該是有70億 這個財政局長 心最痛了 客人家 那 變成 市府也不 也無法什麼去養地 應該早一點把這個周邊的這個 這個車站的開發 能夠引進更多的投資 那這個是 也請 包括交通局 都發局 能夠盡快的 來規劃 那麼除了這些以外 上週也有一個 我自己很重視的 新聞就是 在 大杜山那個都會公園上 有 這個 就是 這個 有人用毒耳 去 去這個 毒死了六 六 六條狗 那 雖然都會公園是內政部營建署 他們在管理 可是我也跟蔡局長 有請就是說警察局要積極地偵辦 目前大概有掌握一些 這些資訊 那 就是配合我們農業局 動保處 一定要把這個歹徒人之以法 這個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因為這個引起人心惶惶 因為很多 我想 我們就在保護動物了 未來要臨安樂死了 那怎麼可以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一個犯罪行為 就是在 都會公園裡面來發生 所以這一點我要 拜託警察局 積極地來 把它偵辦 然後偵破 把歹徒 神事以法 給所有 我們愛護動物的人 一個交代 再來就是上週也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政策是 我們 就是針對先前 有關於 神鋼的這個浮駿 因為 市府徵收了土地 要拓寬馬路 那 這個要拆除這個浮駿 那引起抗爭 這也使得工程 就是 無法執行 那經過 我請這個 除了文化局 做文化警官的審議 發現說 這個浮駿的這個歷史 文化的這個價值是很高的 他是 台中的第一條的水駿 是開發整個 台中盆地 可以說 可以說是灌溉 整個台中的這個農業 孕育生命 一條我們 祖先的智慧 蓋的這個浮駿 它的駿體水田高 然後有陰 陰的地勢 然後大甲溪 引水 然後灌溉整個 我們的台中的平原 所以這樣的一個歷史 可以 讓我們前人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智慧 我們要讓我們下一代知道 也要感 就是要感謝 他們的一個貢獻 那這樣的文化價值 在肯定之後 就請建設局 包括交通局 大家及時廣益 只有找到了兩前其美的方案 那麼把原來徵收的土地 就是來作為 就是說 一個 這個 就是說一個 適合人本 道路的一個自行車道跟綠廊 那這樣子的話 讓福郡不只是保存而已 他可以被再利用 未來可以親近 大家就可以在福郡旁邊 現在徵收的土地 就是親子同樂 阿公帶孫子 去公有很多故事 我覺得那樣的一個情景 讓我們看了就覺得 這個很溫暖 這個 這個 很快樂 那至於說 那邊有一些 就是 工業區 需要擴換道路 那就從我們原來在豐州工業區 就一期連結到二期 那邊的 一個 就是 道路 去做連結跟拓寬 就是 不用我們現在 福郡旁邊的郡前路 的拓寬 反而變成一個清水環境 然後讓 應該拓寬的地方是在提南路 就是在豐州工業區那邊 那直接這一些大卡車貨車 就不用進入鄉間小道 又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福郡 找到了一個很好的一個保存 跟 這個再生的一個方法 就是 人車 這個 就是 分流 那就是 人行步道跟這個自行車道 另外跟這個汽車走的 這一個 車道是 分離的 這樣的方式 我想是一個 得到外界的肯定 這個是 發揮創意 所以 就是 特別在這裡表達肯定 那另外呢 上週也有一個我想對台中來講很重要 做到外界非常高度肯定的 一個政策的宣佈就是 我們 就是要推動這個 這個濾川的 整治 跟 整個 整個再生 活化 跟這個 就是發展 那這個就是 水利局所 規劃的 新盛 濾川 水岸廊道的計畫 那要讓濾川 開蓋 以及 就是說 重見天日 那這很重要 一定要先把污水 處理好 所以包括這些 污水的這個 排放的 截流 工程 另外就是要引進活水 所以從旱溪啊 去引水 來做 淨化之後啊 可以提供 可以濾川 源源不絕的水源 而且 能夠讓台中公園 未來啊 有更多的 這個活水 甚至 未來台唐 我們的生態園區那邊啊 整個未來的水源啊 都可以 有源源不絕 的一個 活水 這個 就是來 就是 發展成一個 就是水岸 城市 那這個部分 也要感謝水利局 已經爭取到 環保署 3.9億 這一個建設經費 來做水質的進化 那本府啊 我們也要編列 大概兩期 總共是 1億6千萬 來做這些 污水 處理 所以這裡也請我們 財主單位 就這一項就是比較優先 那 這個重要性是在哪裡 是搭配的 我們今天 待會 的專題的一個 專案的報告 就是 叫做 綠空鐵道 軸線計畫 如果 大家有看都知道 這兩個 就是 我把它稱為綠綠啊 的一個 台中 然後這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 綠川 的 河道 再加 綠空的鐵道 都是兩個綠 讓綠綠 層中層 整個可以再生的兩個軸線 這兩個軸線有交叉 這個 未來 就在這個軸線上 就可以串連起 所有周邊啊 上百個文化 觀光的景點 整個都活化了 也不用以後開車來這邊 不知道怎麼停車 亂停車 很塞之外 還要被拖車 去罰 那以後就透過兩條腿 在這裡漫步 或我們的iBike 在這裡啊 這個 能夠自由自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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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那 這個是 很重要的兩個 我們文化城中層啊 再生的策略 那這個是 打造完之後啊 我相信整個中區在 三年後 會完全不一樣 而且不是舊中區 是新的城中層 也就在舊的台中 建成的過程 東西南北門中間 剛好被這個 綠空鐵道 跟綠川河道 架構起來一個新的座標 有橫軸有縱軸 有X軸有Y軸 那這個 我想是非常 有策略性的 可以說是一個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那 我周末有去看了綠川 這個 水岸的這個 廊道計畫 然後今天待會兒就是 綠空鐵道的軸線計畫 那我希望台中能夠 再現小京都 的一個風情 能夠成為一個 就是水岸的一個 文化 制度 那讓 臺中的綠川 可以媲美京都的鴨川 跟首爾的清溪川 那這是城市治理裡面 我想我們最喜歡看到的 就是 臺中人 的一個光榮感 會因為綠川 的一個 再生 而能夠 有這個 實現的一天 那 綠空鐵道方面 也是我們也是臺灣第一個創意 待會兒我們就 可以看到 怎麼樣 把本來要被拆除的 這些 鐵道 除了保存之後的再利用 跟他發揮的這種城市 整個翻轉的一個 策略性的一個效應 好 那這個分享 就講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 就來進行 專案的報告 專案報告 專題名稱為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 請都市發展局 王局長報告 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還有各位局長官 大家好 那現在由都市發展局 來針對綠空鐵道 這個計畫 來做一個說明 好 那為什麼這個計畫 是重要的 在我們針對中區再生的 整重人計畫裡面 我想 它跟鐵道 絕對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從一個文獻 來做這個 為什麼說 這個是對我們台中的 發展 非常的重要 1908年 台中車站通車 全線 整個 中外線就暢通了 那這個暢通裡面 你看 這個是一個 蜻蜓 當年還 針對這個鐵道的 貫通 特別做了 這樣的字號 那這個文件裡面 有記載了 幾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中間的圖片裡面 第一個是迎賓門 第二個是 典禮的大門 第三個是 整個儀式的會場 第四個是一個大會食堂 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連線關係 所以在這樣子的基礎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照片是大概在 1940年代當年的台中車站的整個人潮的狀況 那右手邊是 我們從 同樣一個角度去拍攝 那台中的車站正在做一個改變 一個新的 一個新的 站體正在逐漸的成型當中 好 那這個計畫整個架構 架設在我們整個對中區再生的一個推動裡面 那我在這邊簡單的再說明一下 整個中區再生我們的推動的想法 第一個它會有兩個部分的 的主要的主軸在推動 第一個是針對 四部門建築物的再生 那它的範圍包含整個中區 跟我們所定義的程中重城區 那這部分我們正在眼裡兩個 兩個 知識條例 一個是承受你再生的知識條例 那這案子我們在上週五 也經過小組的委員會有討論 大概定案了 那我們會盡速的提送給我們委員會 來做相關的討論跟審查 審議完成以後 我們會做相關的法制作業的程序 那另外一個是針對這個 程中城的產業再生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 反組織的方式 能夠協助來提供 我們中區這些店家 他們在做一個相關的 再生發展的時候的一個協助 這是在政策推動的方面 那在實質的一些投入 由政府部門我們跨局處 我們大概都提出了 針對中區再生有一個 我們把它稱為 綱要計畫的一個這樣子的內容 那這裡面分為五個主要的面向 包含交通的 經濟囊帶的 觀光效率提升 水率景觀的 文化地景再造的 這樣子的內容 希望能夠實質來推動 整個中區的一些 公共設施 公共空間的一些活化再造 那綠空鐵道這個計畫 其實在這裡面佔領了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軸的一個角色 好 那同步的我們也把目前在 我們針對中區再生的 這樣子的剛好計畫 分為短中期的這樣方案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市府這邊 我們也各局處都很幫忙 提出了相關的一些的措施 那我想這個我就不再特別的做說明 那其中文化地景再造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也在整個環節裡面是最重要的 也看得出在中區這邊的 一個文化底蘊的關係 好 那直接進到我們 這個綠空鐵道走線的計畫 那今年底 鐵道高架通車以後 那依照原來台鐵的計畫 這個相關的鐵道是要廢除掉 那整個鐵軌都要拆除的 但是在我們這個 台中車站的周邊 其實當地文史工作 跟我們就發現說 它其實有機會能夠變成是一個 更好的一個空間的活用 那因此我們選擇從比較北側 就是目前看到唐廠的這一側 一直到南側是 目前的行務所跟延屋 這個廠區 那這個地帶大概1.6公里的這樣產路 我們覺得說可以來作為 我們在發展城中城 計畫裡面的一個軸線 那這個軸線可以去連結 原來城中城的核心 大黃區 我們的中區的區域 甚至以及鐵道的東側 原來的比如舊酒廠 這些相關的裡面的一些 文化空間能做相關的串連 那在這樣子的發展計畫裡面 它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屬於文化活化的再生與計畫 那這個部分文化局系統 他們有在做相關的處理 那鐵道的軸線計畫 它屬於比較空間性的 那它也會去做相關的串連 那目前有做相關的整合去執行 那我們這邊特別強調的幾個重點是 它是一個文化保存相關結合的運動 那會整個結合 整個舊鐵道跟周邊的文化景點 那它會對這個本來在中區這個系統 都是一個商業區的地帶 比較乾的地方 能夠提供一個都市綠廊的效果 那搭配剛剛市長所提到的 綠川的這樣的空間 規劃成為中區很重要的兩個 公共性的開放空間 那這個計畫就會有三個主要的面向 在做處理 一個是公共設施的多目標使用 鐵路高架以後 這樣子的一個橋下的空間 它應該怎麼去做使用 那它是一個多目標使用的一個觀念 那它能夠創造相關的文化經濟價值 因為它在整個車站區其實是一個核心的區域 怎麼利用這樣子的鐵道文化 能夠串連相關周邊的一些 相關的文化以及經濟產業 那當然它也會跟整個交通解決方案 要做相關的配合結合 才有可能去創造雙贏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把它從一個比較系統化的去做分析 那它會不會北側南側 跟中間的鐵道園區的部分 我們來就在做說明 那北側就是從台中塘廠 這個對北側跟一直到 我們的中間的舊的台中火車站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它相關的周邊的相關的文化串連 會跟北邊的鋼城園區 這邊都會相串連 那這個計畫我們建議 這邊可以做一個人型 空中走廊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能夠讓人不只是從原來的車站 只能往中區北走的部分 能夠再往 往北側能夠做相關的延伸 那鐵道園區本身它是一個 原來的舊的台中車站的一個活化 在利用的一個案子 那當然它會會結合周邊的相關的一些 原來鐵路的一些空間去做 商業跟複合式的使用 那南側其實是一個這個案子 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在為了鐵道的運作 它在南側部分 其實跟幾個過路段 它有一些交會 這些交會都有一些地下道的設施 可是這地下道其實在當年的設計 是非常特別的 它不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化的地下道 它基本上是鐵道架空 跟部分的往下走的一個地下道 所以它地下道並不是一個黑暗的地下道 它地下道是一個比較有光線的地下道 它是一個鐵橋 高架鐵橋的半高架鐵橋的方式 所以南側這邊怎麼去運作 怎麼去運用 這是我們在整個計畫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好 那在南側規劃 其實我們用幾個圖 它可以跟相關的周邊去結合 尤其在南段這邊 它跟綠川 因為綠川轉到了 鐵道的東側以後 其實它有一段是明的 那在這邊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實際圖來 可以顯示出這樣的層次關係 一個未來高架的鐵道 一個比原來舊的鐵道的一個 駁坎的高層 然後跟綠川之間的關係 其實它是可以被相結合來做相關的設計的 它變成一個帶狀很好的公共空間 那下面這就是剛剛提到的鐵道 那這些鐵道它經過了幾條跨越性的道路 跨越性的道路它用高架鐵橋去做相關的處理 那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其實在台灣的都市中 其實是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尤其在台中這樣的一百年來 我們長期對這樣子的認知 所以它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意義性存在 所以怎麼去做這樣的處理 讓這樣子的一個空間關係能夠繼續結合 那也是這個案子在南側部分需要去處理的 那這個大概簡單的 我們用一個模型簡單去描述一下 它可能產生在空間的一種層次關係 那火車站中心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核心的區域 那這很核心的區域它會結合新站的規劃 那目前在新站的規劃裡面 它有個大的階梯會走到原來舊火車站的廣場 這個整個廣場未來會重新的做設計跟規劃 那整個舊的火車站 它基本是一個活化在利用的複合性的園區 所以它是一個核心 它這個地方它的南北向的通創程度 基本上因為鐵道的高架已經打開來了 那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整個帶狀這個軸線的核心 以後往北往南去做相關的串連 那所以說在往南的部分 希望能夠沿著既有的鐵道 能夠做相關的做綠化的做 變成是一個帶狀的綠化空間 往北的部分就剛剛提到的 我們之間它可以配合整個新的車站的這個高層 從乘客層可以拉另外一條行步道 來銜接我們北側的相關的空間 那這個就是北側的計畫的想法 那我們也是用一個模型 大概讓各位長官比較能夠清楚的去體會到說 它可以跟乘客層去做一個連結 那會適當的去跟台塘園區跟北邊的堪塵去做連結 那也同時也在呼應原來台塘這個園區它 唐鐵的這樣子的一個交通動線的一個脈絡 我想這個在整個文化地域上是非常的厚重的 那這也是一個模型的一個讓大家看看 右手邊大概是我們參考了一些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個模擬的 剛好有一個很接近的照片 就是在當這個如果這件事從火車站的 往東側去看的時候看到我們的 未來在台塘的這個湖面的一個感覺 這是一個剛好有一個這樣子 很接近的一個這樣的感覺 讓大家做一個體驗 那北色空調的執行方式我們建議說 可以規劃一個大概長500米的這個長度 寬6米的方式來做 但是因為這也是一個蠻大的投資者 我們未來是以事務自辦或事務原理相關 回憶機制的促進民間投資公司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會在盡速的做可行性評估的時候 去做相關的檢討 好 那在文化的這個部分 我想文化局同步在這個區域 也會做相關的文化的資產的相關的整理 那他們也會有個案子去整個把 整個中區這邊相關的文化的 比較有歷史建物的成本的建物 能夠尋找出來 那希望能夠做一個整體性的規劃 再運用再活化 那能夠跟這個案子搭配 跟我們的城中城的計畫 能夠做相關的搭配 好 那我們在初步的這樣子去做 整個篩選就可以看到說這個鐵道 它在整個中區再生的地位 那從帝國塘廠的這個建築一直到 南邊的鹽舞廠跟我們相關的 鹽舞廠玩宿舍這個群 中間一個串連性的可以跟我們目前 在中區裡面所已經赤地的去做 相關的活化的建築做整合 包含比如說烤盆 然後我們周廳 然後我們幾棟在中區裡面很重要的 歷史建物 甚至往北連接到第二四廠 台中公園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說相關連接 那它的南側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原來的舊酒廠的文創園區 這是連接的 那從帝國塘廠再往北 其實大概在一點點距離 就是我們的漢西媽祖的這個園區 其實它可以有一個相關的支線的 空間的配套 我想也可以去連接到整個漢西媽祖 那這樣整個區域串起來以後 我們的整個城東人計畫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核心的走點 可以去推動 那這邊介紹兩個國外的案例 讓各位長官比較能夠想像這樣的空間的內容 那第一個是紐約的這個High Night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也是一個既有的鐵道 高架鐵道 不過它原來就是一個既有高架鐵道 那大概總長2.4公里 那麼紐約州政府 他們把它整個做成一個綠化的改變 變成是在紐約州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空中綠地的一個這樣的空間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一些照片 鐵道還是部分的保留 那其實是人的有趣的空間其實跑出來了 而且它會是一個很特殊的空間的體驗 因為通常我們看到一個綠地空間 其實是在一個平面 地面上的空間 那因為它的高架的關係 人跟建築物之間的關係會變得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內容 那第二個跟各位會長要介紹一個案例是 紐約的空中花園這個案例 那這個案子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的完成 它是一個也是一個計畫案 那它也是利用一個廢棄的高架橋空間 去做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空間改造 去做一個綠化的空間改造 那也同樣的它也是提供了一個 很新的人形步道空間 那能夠去串連相關的節點 那紐約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他們對整個在地的植栽 還有周邊公共設施的相連 其實是更有系統性的去相結合 所以它不只是這個軸線而已 它還會去跟周邊的整個濾化系統 是整個結合 那就會在城市中 其實它會往外擴散的效應就會產生出來 那這個是給大家看 他們目前計畫的內容的一些預想圖 那裡面它會有整了很多東西 進去包含圖書 滑電 咖啡館 這樣子的內容都整合在這個整個計畫裡面 好 那最後我們談一個 這個案子的整個計畫的時程 那因為台鐵局在整個鐵道的高架化裡面 有它的時程 預定在今年底 我們第一階段就會有相關的通車 後續他們對鐵道的部分會有相關的作業 所以我們整個從豐原一直到大慶 這一段的高架鐵路 我想市府中會配合做一個相關的 一個初步的綠米化跟自行車道的系統 我們先把它歸零去做思考 希望整個沿線綠代能夠做起來 那在這個核心區這1.6公里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搭配做相關的規劃 那這個規劃我想我們今年度開始就會 先開始籌備做可行性的研究跟分析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6月的時候 能夠開始進行整個細部的規劃的工作 那能夠在106年底 6年就開始做相關的施工的作業 這是整個在獨法局這邊 對這個案子所拿捏的旗程 那文化局這邊他們會配合相關的 在城中城計畫的紙計畫裡面去做 相關文化資產的周邊的活用的串聯 那可以搭配這整個案子的完成 可以變成是一個整體性的作業 所以這整個案子我們希望能夠達到幾個效益 第一個 它能夠串聯整個中區的發展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中心節點 那並且能夠往外再去做相關的擴散 那作為一個救市區再生的一個觸媒 那第二個我們覺得說這個可以形塑 整個中區城中城的綠廊的休憩空間 那去搭配整個我們綠川掀蓋的計畫 以後變成是一個兩個綠之間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地帶 那這個將會是台灣第一個 以舊鐵道去新舊鐵道共存 尤其有新有舊這樣的空間城市感 所做的一個都市更新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也覺得說這樣子能夠做一個示範性的 我們對整個人形空間 人本空間的一個重視跟無障礙空間的設計 我想都會在這個裡面去做相關的整合 那多目標使用 剛剛提過 他覺得是在這邊所做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示範性的效果 那這樣的串連 他會對整個城中城區的文化的資源 做相關的整合 那對我們整個都市的 尤其在城中城區再發展 再活用的這樣子的內容裡面 他的文化底蕊能夠被更一步的彰顯 所以我想這個是整個綠空計畫 我們目前的整個規劃的方向跟內容 那以上做個報告 請各位長官指示 謝謝 好 謝謝都發局 我待會想請文化局也補充一下 那 就台中市是一個因為 鐵道 的興建而誕生的城市 那 也因為台中火車站 那麼 就是做核心 台中成為台灣 第一個都市計畫的城市 那麼回顧過去這一百年 台中走來 就是有一些風華 歲月 那麼從 興盛到衰敗 我們就見證 這樣的一個歷史 那麼在 展望下一個一百年 我們還是要回到 就是這個城市的一個 文化的一個坐標 這一個中心點 再去展望 未來的時候呢 我們 就是認定 這個 整個台中的這個火車站附近 是我們這個文化城的發源地 我們希望以純舊立新 這樣的精神 去規劃 下一個百年的台中 所以 台中有不可替代的一個重要性 在台灣的城市發展史裡面 這個是 我們是唯一的 真的是因為 鐵路縱貫線的串聯 然後在這裡 做了都市計畫 然後 有過去這百年的風華 那 未來還是要回到這裡再出發 我們看到公元眼科啊 就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說 文化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啊 這個是 就是一個生命啊 它能夠 就是說 展現一個最核心的價值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 可以說 發展的策略 那是 是令人喜悅啦 而且 每一想到我們是在 開創新的歷史 整個就很高興 人們都用起來就對了 覺得 這很多事情要做的啦 那這個是 我相信這我們的市府團隊 過去這半年都來 可以說是 化腐朽為傳奇 找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非常具有創意跟可行性 這個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想 就是來請文化局 我們的王局長 他本身也是文化人 在這裡成長 他是家住以前是大甲 進到城裡面 說說坐飛車 說 是說 看得到台中 不會再海山的飛車坐去彰化 彰化他不知道要立台中 我還等很久不知道要怎麼走 這個就是 也是三手線很重要 的一個 環線鐵路的捷運化一個故事 因為我跟他在聊起來 然後他從台中一中 在這裡汲取文化的養分 在這裡出路 所以我想以一個文化人 然後現在是當我們的 文化局長的角度 也為我們分享一下 台中過去跟未來 那怎麼透過現在來連結 謝謝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各位 同仁大家早安 講到火車 我當然感情非常深厚 因為我的爸爸就是火車司機 我剛前兩天去看的東京火車站 東京火車站是1914年正式啟用 我們的台中火車站是1917 就只差三年而已 所以從去年到今年 東京正在熱烈的慶祝 東京火車站的百年 他們有相當多的相關文創的小商品 以及包括整個場域以及旁邊的商場 都在為東京車站百年而慶祝 所以市長一再提到我們所謂的台中的百年 確實是營造我們台中新的文化 氛園以及打造所謂文化城中城很重要的一個切入的角度 我們在文化局相關的業務裡面 尋找著剛剛所謂的利空整個計畫 大部分都在市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已經啟動了 不管是我們的行務所典役觀設跟浴場 或者是我們中西區的火車站周邊的文化資產的普查計畫 或者是福祖烤棚 跟我們福新亭的中山橋修復工程 還有台中公園的相關的調查研究 特別是指的是神社遺址 遺構的部分 就是所謂鳥居的部分 另外有關帝國堂場的整個規劃設計也都在進行 文化資產當然它的整個期程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在市長結識了這樣的一個文化大工程之後 這些沿線上很重要的點 我們都已經開始啟動 但要了有明顯具體的成績 可能還要好幾年的時間 因此我們在相關活動也做這樣的搭配 譬如說我們把光影藝術節 今年的光影藝術節 全部都拉到我們的中期來舉辦 以前可能會放在歌劇院 那現在我們拉到中區 包括福新亭 或者是市議所相關的館設 另外我們的逍遙音樂廳也放了進來 兒童藝術節等等 還有我們今年年底 10月底到11月初很重要的台中藝術節 整個場域都會拉到中西區 另外有關雙史文化留意 是從整個市長講的這個雙利 其實是延續到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就往北拉 就會拉到放送局這一帶 那整個也會串連起來 那這是有關文化局 在這整個利空計畫的設計裡面 另外像我們的台中文學館 台中文學館的外面的文學公園 已經吸引了很多的遊客 到那邊去已經到了朝聖的地步了 因此我們會把結合更多元的文化 包括動漫 包括攝影展以及相關的 現在就可以用到的館設 譬如像是將來要作為餐廳的 將來要作為講堂的 在裡面目前還不急著裝修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活動帶進來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整個文學館 正式的啟用要到明年的5月左右 但是這個文學館的所有的相關的活動 不只是外面的公園 包括裡面部分的館設 我們已經在進行的保溫加溫的計畫 這個以上是我們要舉所有的簡單的報告 好 那個在這個我們的團隊裡面 剛好也有一個前交通部長 他來做這些測試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說得心應手 所以這個價位我也是很高興 就是說林副市長他本身其實在交通這個領域 包括跟台鐵局 鐵改局 所有的都有很好的溝通 所以在很多的一個未來的這個銜接上面 可以說是無縫接軌 比如說我們綠空鐵道 要來發這個 來這個推動 那就涉及到很多是跟台鐵有關的財產的處理 比如說這個鐵道下面的這個廊道 那是不是交給我們來規劃這些等等 那我想請我們這個林副市長也來講一下 對這個計畫看能夠怎麼樣來推動 市長 張副市長 秘書長 兩位副秘書長 各位首長 今天發展局所報告的綠空鐵道軸線計畫 事實上是研考會前奉市長在7月1號發布的台中市陳中城 這個再生剛好計畫中的一環 那這個再生剛好計畫的再生策略 可分為幾個分項 有交通路網的建置 經濟郎帶的復甦 觀光效應的提升 水利景觀的串聯 跟文化地景的再造等等 那所以今天這個正式的在這邊做這樣的報告 這個請各單位 按照剛好計畫的內容 這個確實來執行 那再造另一個100年的台中市 這個我們期盼這個新的台中市的100年 很快看到他的願景跟實施 謝謝各位 好 我們今天的議程也比較單純 就是要給大家發揮一下 所以包括我們張副市長 他是從中區那邊 他們家就在中政樓 政中 要買所有的這些博來品的洋裝 包括說開幕的時候是請 那時候很多外公也請到我們的哥仔士 楊麗花來這裡在促銷 他也是在這裡長大的 已經有很多的感觸跟建議 因為這個文史 其實是產生在生活裡面 那當然有一些空間建築 那他來分享一下 那在座待會兒有 對這個計畫有什麼 我們要特別重視的或想要補充的也歡迎 來 張副市長 謝謝市長給這個機會 如果講說看到現在這樣的活力工計畫 是很高興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自從當了副市長以後 天天 不用講天天 但是碰到我們中區的老朋友之後 我覺得我中區是要怎麼樣的 這句我一直問 這兩天一直問 問的是說 我就說有了 有了 市長比較時間下去了 你現在慢慢看你就看好了 那也真的看到租金有漲價了 看到天梯家具一坪也賣到好幾十萬了 感覺啦 所以說大家對我們現在新的團隊 可以在中區的努力有所感受 那如果講說感情呢 我們是 各位可能不知道 那時候市長提到的楊麗華 楊麗華大概是我們台中市 我們家第一個請藝人來代言 然後那一次是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路 中正路就是塞滿的人 從自由路到市府路全部都是人 警察局長真的跑到我店裡來說 你們不能開門 你們一開門這些人一衝進來就完蛋了 那但是不開門就不行 所以楊麗華大家都沒有想過 楊麗華那個時候的比現在的阿妹更強 所以三台可能還沒有三台 搞不好只兩台而已 你本來是要從一樓走進來 結果警察局長說不行 你一定要從後門 然後跑到二樓 我們那個二樓是 那時候唯一有二樓商場的就是 就是我們鄭中了 站在那玻璃跟人家打揮揮手 其他的通通不可以進來 然後等到他走掉我們門才可以開起來 那我們開起來的時候 我們兄弟就是只是牽著手 過我們的玻璃圖子你知道嗎 一衝進來就玻璃圖子就垮了 就擋在那邊 這是回想給大家知道一下 以前的楊麗華的盛況真的是空前 不過話說回來就是說 我們也經歷過中和大樓火燒了兩次 那現在的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是一直很希望他有回復過來 只是說 目前這是業主 因為我本來安排了國外要來這邊 畫那個就是整個 綜合大樓那個拼 想要在做彩繪這樣就對了 人家也給我答應說 財匯不用錢啦 你只要讓我們回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 既然不是經歷其實跟他們談了嗎 結果我 他們說要再收錢 我說唉唷 這要自己創得漂亮 你要再收錢 就作罷了 不過anyway 這個是台中的中區城中城市一個應該在回復 那今天我們努力一下 我相信台中市民會感謝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謝謝我先報告到這邊 好 來 我們各局處長歡迎 我們李弦毅 李富密 這個高雄經驗也可以來對話一下 包括剛才在說的光影藝術節 還是怎樣讓這個 這個再生 我想我們李富密 我拜託他來幫忙 也都跟這些有關係 來 市長 副市長 還有副秘書長 各位所長大家好 那個其實這個城中城的再生 當然是結合一些文化交通 還有就是綠水岸 還有綠廊道 那我們在5月2號 我們在會刊的時候 跟台鐵會刊的時候 可能就請都化局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你要保留這個 舊鐵道的那個波坎 他有講到有3萬方的那個土方 他們本來是要拿掉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在規劃當中的話 可能他年底完成以後 他就準備要移除 那當時我是有跟他講說 這個要保留 所以這部分請密切注意 那另外就是銜接這個1.6公里的 就是建設局他所做的一些 那個豐原到大慶的那個自行車道 還有就是綠帶的廊道那部分 他們建設局好像也在啟動 這個要特別配合就是106年完成 我們也希望說106年如果說這整個完成以後 那可以做一個什麼自行車道的那個從豐原到大慶的 的那個自行車的那個或是用路跑的方式 這個郭忽密他對這方面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興趣 那整個完成以後 這加上這整個中區的再生 我想是整個的話把台中的舊社區整個會弄起來 那剛有談到就是綠川的部分 那環保署這邊他明天他水保處長 他也會來看綠川跟柳川 那在他初步有給我們就是3億多 我們提出來 那我在台高雄的時候 我都有跟水保處這邊 大概大家都關係都很不錯 那在高雄的時候 他是陸陸續給我們補助的超過10億 那環保署對這個水的一些製造 他非常非常重視 那對水質的改善 那禮拜六我也看到就是市長有 對綠川這個製造整個綠帶的話 整個還要延伸 那我想說我們初步的話106年的話 107年前大概整個這一段的話可以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可以繼續再跟他們來爭取的經費 所以整個的整個綠川的開蓋的是可期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在前幾天 我有看到高雄在舊的鳳山市區 他有我們除了那時候我做一個鳳山溪的整個改造 還有一個舊潮工具的改造 他是把整個鳳山古城整個竄起來 把那些又開蓋起來 那在上個禮拜他們剛好做一個完成的那個啟用典禮 那陳市長他有講說第六期還要繼續再蓋 那這幾期一到五期都是在我的手裡有做的 那整個的一些錢也就是環保署這邊來補助水保處 所以我們想說這整個中區的再生的話是非常是 是可期待的 以上報告 好 剛剛李富銘有提到那個 因為柏坎有三萬立方的這個土方 因為他本來有打算做一些利用嘛 包括填一些地下道等等 那這個部分再請林副市長也我們再協調一下 因為其實水利局啊 是不是可以我們從其他的輸郡還是什麼樣 假設啦 那個土方啊 其實台中市也是有非常多 我們市庫的收入啊是靠這個 結果好像我感覺太少了啦 因為以前可能都是有涉及到有一些弊端啊 我說在河川的蘇郡啊 那個部分我在連帶提到這個問題 我請水利局要積極的 就整個台中的這個整個這些土石啦 土方啦 怎麼樣的去利用這個部分 其實這是身材的啦 的一個一件事情 不然的話這個也涉及 你如果要去奉買還是什麼 那也很多錢 所以這個我們跨局處的協調 來 李富銘你說明一下 談到這個土石方的那個我在高雄 高雄最好用的就是高平溪 那高平溪是第七核專局他們管的 那在我們在九十幾年的話在我們手裡 當時他們土石方的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招標的方式買 招標方式賣 招標出去 那當然就有一些會超挖的問題 那我在九十六年的話 我到我們就怎麼做咧 我們就是把這個跟中央館的一些河川 認為這個土石很有用的 可以賣了不少價錢的部分 我們就跟中央來申請 那申請書據 那我做的方式就是等於說 我把這個當作一個買賣商品 我大概是估算說這一段的話 大概多少錢 那我是用標售的方式 有合格的一些廠商 土石的一些或是一些營造廠 他們相關的只要符合中央的 中央的那個他們的規範的廠商 都可以來申購 那除了這個 因為用買賣的方式 大家可以來申購 而不是標售 就是申購以後 大家需要這個土石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他們去 財政局這裡繳費 那按照大家抽籤的方式來申請 先後次序 那交通運輸的方面 就由廠商他們自己來負責 我們只負責就是這個土石的標售 那每一個每一個環節 除了也監造 也有就是有設計公司 也有監造 當然也有保全方面 把這個整個土石整個分散 就不會有這個弊端了 那在台中的話 我想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增加 那在我們在高雄的話 大概每年可以增加兩億的 至少兩億的那個土石的收入 那現在很多公所他覺得這個 也可以增加他們的收入 他們也在學習我們這個 以上報告 好 這個事情重要是什麼 因為有一些河川也要輸郡 然後又可以升財 但是因為以前有弊端 所以搞了很多河川局 看到被起訴 判刑的一堆 現在有一些公務員他就有點擔心 多做多錯萬一有什麼問題 那我是覺得除了防弊我們也要心力 所以我是想說這個台中市像在法子溪 那裡已經都堆積現在放在旁邊 那個卡卡的 那就可以賣來很多錢 那都不做 所以水利局裡面也有在想法 說你要跟他們談 我們來做 我們讓這個透明化 現在GP定位很清楚 讓這個現在應該是時機了 更何況還有大假西 那也很多 然後現在好像也有一點收入 只是說我是覺得這個目標 我想財政局你也要參與一下 看這個目標抓多少 先請水利局來說明一下 好 市長 各位長官 那我跟各位長官報告一下 那目前水利局是有幫忙 這個中央的第三核酸局 來進行大假西的數據 但是我們在辦了一個羅程 其實也跟李富銘講的是一樣 我們是用這個 就是說一個收入標跟一個支出標 目前這個已經在招標的作業中 我們預計可以 就是說替我們的市庫 增進大概是1億5千萬的一個收入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核酸的這個數據 是要看那個每條核酸的一個特性 有的核酸是有充刷 那有些會有淤積 那所以要 可能要預教它這個整個核酸的 一個水流的特性去辦理 那發指式的部分的話 當然它是說有部分有淤積 那有部分有充刷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個有淤積的高產地的部分 在之前有跟核酸局做過申請 那不過這個中央這邊是 當然是比較就是它比較保守 那希望就是說它原則上 他們是希望這個土放能夠平衡 不要去外運 那但是有一些預計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核酸的安全 那這部分如果說核酸局有疑慮的話 我們再去跟它做一個申請 就由台中市政府來代辦 那這樣如果說核酸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收入的話 也可以來有譽助我們的一個 等一個市庫的財產 以上最後的說明 好 или 財政課長 你這個請我補充一下 ok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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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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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市長 大家好 我想 有這個機會我就做兩點的請示 第一點 从民国60年 我就见证台中市的发展 也参与台中市的建设 68年做了财务做到100年 等于历经了30几年 台中市你从大渡山看下来 是一个很好的本地 但是台中市的发展 以前从火车站 前面一直往西边发展 东边就是一直停滞 后车头说没把没吞 就像我们的所长一样往西边走 那么这一次两个方案 让我们的后车头这边到山坡大坑那边 等于说重新偷胎换骨 一个是74号道路 还有市政府的重化 其断增收 再来就最近的火车站开发 已经把整个台中市这个大本地 很完整的一个呈现出来 那么刚刚市长也点到了 也就从这100年开始 台中市台中本地会再生会发展 我想这个是对于整个我们这一次这个狼刀 历代发展以后 那么台中市的未来呈现了一个荣景 那么对于砂石的部分 我想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分成几个阶段 一个是水贩的助理 台中市 从 我们的八七水灾开始 归约在独行路这边整个都是水域 我想我们张副市长应该知道 那是民国47年 然后我们就整住了梅川 整住了马云朵溪 做两条溪的整支 市政府的参与以后 我们都向行政院去申请 就是市政府发了整支经费 但是市政府也拿到了很多的服务地 那么再来 就是一个我们后面的汉溪跟大理溪的整支 台中县市合作 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拿出来 台中县市也没有拿出来 当时的整支经费是 重要不是90% 地方负担10% 但省政府把那个90%放到自己口袋里面 他说这土地90%的定义生经费 10%的定义生经费 后来我们认为这样不对 应该是当时整支这两条河川的经费 是以服务地开发作为主要裁员 后来我们就提出来意义说 担家土地买了 买得不够 帮我们台中管制政府才来出钱 所以从当时我们这个财务战争 就是这一条 这两条河川 市政府台中县市要要出80元 都说要四五百元 要出80元 结果我们一毛钱都没有花 那么这两条都市整出下来 那么麻烦都只是说现在剩下的是法子市 那么刚刚市长提到了 站在里面有头的有钱 有酒头也有钱 我记得很感慨的一次新闻 某一次台风 从台阁家家说到来 民政到来 说那三条有十元 虽然这一次台风重创了台中县 但是呢 带下来杀鼠有熟悉的家族 那个熟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所以我就很想到说 台中市政府曾经有一个杀猪场 做不过几年那枪就掉到主山了 就是说因为做沙石 牵收到的这个社会环境非常复杂 那么刚刚提到 今天我们一些沙石 预计必须要清除出来 可以卖钱 我曾经也想过 这个行李来到地监市合作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花很大的钱 那么台中市的部分 当时佛川局他们也有请 他们要成立 他们说替罗有警察 我沙川也要有警察 这个沙川警察也没有住 在那里没有人家 所以在整个处理沙石里面 我们很希望今天这个会请警察局来协助 那么我们将来在沙川沙石的部分 由水利局 財政局參理 那麼我們願意說 在這三個 不應該讓社會這些非法組 從沒有付出 就是等於說無償 獲取這些利益 那麼台中是對於SARS的部分 在財政立場 我們很希望說 從何川我們現在不敢接 醫院不敢接 高中還在討論 今天就是這些SARS問題 如果將來市政府 接著做一些火磚 我們願意說就SARS的收入 我不報財政目的 你就可以用在整處整個火磚 還有管理 還有這些水販的這些處理 那麼以上簡單報告 謝謝 好 好 那個SARS是黑金 當然的利益一直所在 有時候就會有很複雜的 這個 這個關係 但是我想現在 也社會已經到一個階段 資訊都很透明 那其實SARS的競爭 也不像過去這麼激烈 那我們 我想就是我請林副市長 再來召集一下會議 大家研議一下 有關於 因為這個除了防洪治水要輸菌 那另外就是SARS的這個價值也是很高 那這個對我們市政的建設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那倒是另外剛剛林局長提到一件事 我要請這個 我要請張副市長好了 再來跟我們的地震局長 還有這個幾個相關的局處 我們台中市有非常多省府 過去的這些土地 還有機關 還有這些 包括像甘城 這個以前的營區 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商業區 那這個因為 後來因為就動省了 所以這些省府的財產都歸國有財 財產署 可是我們現在台中市已經變成直轄市 不是過去的省轄市 那麼我們理應應該要來 好好的能夠接手善用 這些國公有的土地 所以我昨天也剛好看了 都發局長給我的一個 這個剛好 就是說連這個甘城這個區 國有財產署有佔四成的 公有的土地 就是7.9公頃 那放著甘城在那邊 當然現在民間也有進來 就是開發的也有 我們應該有整體的規劃 那雖然法令上 這當然就是國有財產署 可是我覺得政策上 我們做一個直轄市好好來善用這個地方 來共同看怎麼樣去規劃 去開發 去利用 那 不然的話 就是我們市府有的土地很有限 包括現在很多社會住宅要蓋 當然現在中央的政策也是支持啦 如果有一些無償撥用 我覺得很正當性很高啦 那這個是我們過去的角色 也許在台中市 又有省政府 又有中央政府一堆 我們都變水 現在我們小孩長大人了 台中市是直轄市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來當家做主 所以對這些土地 所以這些 跟資產的一個調查 再利用 應該要有整體的我們的規劃啦 以甘城來講你看 它前面就是建國市場 然後再接下來就叫火車站 那如果你不做整體的火車站前的土地 怎麼樣來做都市計畫 你個別去用 就會長得很奇怪 那因為我們總是以前會想說 這房子的土地 哪有派遣去跟他們整個了 但是我覺得對台中火車站 尤其是站前 這邊我們最近剛好請交通局 也跟這個國光客運協調嘛 就不要它那個轉運在這邊 把它遷到台塘所有的 現在在做停車場的用地 然後未來等我們火車站 因為鐵路高架化 北移之後啊 就可以再轉到火車站前面 好 那就空下來 我們如果從火車站出來 比如說這個城公路 或是什麼西民街那邊 那衍生的這個 站前的土地 包括建國市場 現在還是市場用地嘛 你簽 那簽建了之後啊 那在那邊怎麼定位 那台鐵的土地想要做商業開發 然後後面又接過去是乾城 我講連帶提到這些 就好幾個議題要處理啊 一個是對於我覺得 以前省府所有的這些資產啊 我們應該理應來繼承 然後這觀念上要這樣啦 當然怎麼樣溝通協調 然後創造多盈嘛 再來我們透過都市計畫的手段 我們透過好的規劃 就可以共創多盈 不然土地放在那邊一直在限制 然後也不能夠買賣 我們一下500坪 一下一下200坪都不行 那這個樣子 這個都市的再生就會 遇到很大的一個限制啦 這一點我想 不管三位副市長或張副市長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可以好好來研究一下 好 那看這個 還有沒有其他的局處 要針對這個發言 當然剛剛有關於土方的部分 我已經請林副作 相關的局處大家再討論一下 好 來 我們觀光旅遊局長 好 陳局長 市長 副市長還有各位同僚 因為中區再生這個案子 是台中的整個都市建設裡面 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市長常說跟我說 觀光是前鋒也是後衛 但是前鋒的大環境 如果沒有整治好 我也不知道帶人去哪裡玩 所以中區的再生 其實對觀光的發展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觀光旅遊局其實在這個計畫裡面 它也加入了行列 所以交通部觀光局 在今年下半年 它會公告一個跨域的 亮點整備的示範計畫 那個這個是一個 競爭型的一個補助的計畫裡面 最高額度是到3億 它是一個至長30% 就是地方至長30% 所以104年到107年 這樣的年限來發展 所以觀光旅遊局 最近會跟交通部觀光局提出 這一個跨域的 這個亮點的整備計畫 大概預計是3億 我們希望爭取到 我想也一定會爭取到 是以中區的 就是區的再生發展為一個核心 就是把這樣的中區發展裡面 包括整個交通經濟觀光 還有包括整個文化 還有整個利典的部分裡面 把它整合起來 做一個跨域的部分裡面 我們希望把它增加一些文化 跟文創的一些嚴肅裡面 讓城中城的再生裡面 即使在台灣的整個都市的再生的發展 上面成為一個非常典範 一個標竿的一個指標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這樣看差不多了 我就來做一些歸納跟財事 不過在這個之前我先講一下 我剛把這個濾空鐵道 跟濾川的這個水岸的兩個軸線的計畫 算了一下他們的這個公里 一個是1.6公里 一個是6.1公里 加起來是7.7公里 那又都有很 都有濾 濾空再加上濾川 而且都有道 鐵道再加河道 所以這又是兩個 我們在就是文化城中城的一個推動裡面 可以說是策略性的計畫 所以應該是把它拉到一個高度 來看 因為這兩個一做出來 所有其他 都水到渠成了 就像珍珠串成項鍊 那個價值當然不一樣 不過你一顆一個珍珠去看 它當然價值就比較低 即使是價格也是如此 所以我是覺得要從這個高度來看 這就是真正我們在講的整合型的旗艦計畫 這個是整個文化城中城的推動 跟中區再生的一個策略性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可以說也是一個就是 我雖然已經用過七七這兩個字 因為這個觀光旅遊局 我賦予你們 就是台中市有七個這個觀光旅遊的景點 都100萬人士每一年 那我希望把它那七個增加為200萬以上的景點 然後另外再去找新的七個 100萬的這個每一年的觀光旅客 你們已經找出來了嘛 最近也公佈 所以那個七七計畫 加起來台中市就至少會有2100萬 來這邊觀光旅遊的人數 這個對我們的這個經濟跟就業會很有幫助 所以看這個也許新聞局或研考會你們要去幫忙 這個綠綠台中這個七七計畫 怎麼去把它做成更好的一個整合 在行銷上也是很重要 那甚至在這過程當中 有一些就可以開始有動畫 不用等到做完了 你要讓大家有那個願景 就會產生帶動的力量 那包括民間大家的投入啊 就會有一個就是說我們講的就是 就是一種正向的整個會循環的一個效應出來 那在這裡面我要特別在這裡感謝 有一些這個青年朋友 他們這些年在推動 有關於鐵道文化的一個保存跟發展 那組織了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那這個也讓我們再次看到 這些年輕人一開始是 他們覺得好像夠比揮車啦 怎麼說政府都沒在聽 眼看著高價化起來他們很憂心啊 怕這個鐵道被拆掉 然後就各地陳情 我還連署 那當然我是在價值觀上是很認同這方面 但是如果只是要保存啊 你沒有一個 一個就是創新喔 有時候很多的 我們看到文化的這些 包括古蹟啊 建築景觀嘛 都台中拆的差不多了 最近那個水堆啊 也是涉及到這些問題 還好福郡有保留下來 這個都是需要有就是創意 然後你要有說服力 讓更多人可以支持 那這個是我就特別提這個 對他們的一個認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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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那也期待 未來我們在推動這個計畫的時候 可以結合更多民間的力量 包括招商投資 包括這些文史工作者的投入 讓這個計畫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 就是政府腦袋怎麼想要去做 把那個過程擴大參與 這個是會變成大家共同參與 然後就是合作 然後最後所成就的一件美好的故事啊 我覺得這個是跟就是同仁 來提醒 那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有關於利空鐵道軸線計畫 是推動文化城中城的策略性計畫 不但打通交通樞紐 提升觀光效益 及復興中區的經濟 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是 這是一個 策略性的 這個計畫 裡面的火車頭的一個計畫 那麼台鐵在今年底就會進行 這個是高價的通車 那麼火車站也北移 然後周邊的整個環境 就產生座標性的改變 那請相關的這個局處 在推動工作上 要能夠充分的協調 然後加速的來推動 那再來就是 透過這個舊鐵道的這個立體博侃 的一個保存跟再利用 打造綠色廊道來串連舊城區 那麼這個要搭配著 就是綠川的這個 這個水岸的計畫 一併來推動 那這個搭配著這個 就是自行車道跟人本步道 這個結合起來 那來做整個城中城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推動 那請都發局統籌相關的局處 當然這裡面很多啦 包括剛剛文化局 建設局 水利局觀光局跟金發局等等 然後具體的來擬定跟執行 各項工作的期程 那每個月召開這個 就是會議 然後也定期的管考 然後在三年內 能夠展現具體的成果 接下來這另外就是 第四點 為再現台中市舊城區的龍井 落實舊市區文化資產保存 產業經濟活絡 市府正擬定 陳中城再生綱要計畫 作為執行中區再生計畫的尚未指導 那除了請林副市長擔任總召集人 督導各機關的協調合作 請都發局 就那個張副市長 共同指示來這個主持 請都發局負責成立推動的匯報 每月召開協調各機關的相關會議 跟這個延考會 來協助各項計畫的集成的管控 那麼執行中若發現 有利於中區再生的一個 構想也希望各機關能夠隨時提出 請都發局主動配合來檢討修正 綱要計畫的內容 再來第五點 台中市陳中城再生自治條例 以及台中市陳中城產業再生發展中心 組織自治條例 是關鍵性的法言依據 並與中區再生的成功息息相關 請依程序加速立法的進度 以利推動中區再生 還有文化陳中城發展的各項工作 另外我再補充有幾點 除了剛剛我已經裁示的部分 就是有關鐵道文化這個園區 因為我們現在初步有把 就是台中火車站救戰嘛 在年底之後 這還會利用一陣子 那這個規劃也要盡快來進行 那包括周邊的鐵道文化的這一些 相關的就是建築物 或者是一些空間利用 當然包括像24號倉庫 跟周邊的環境 然後現在就是這個 以及相關的這些 就是文化界所關心的這些文化資產 那個裡面要呈現什麼 呈現什麼東西啊 就是要盡早來規劃 那另外就是交通局 也要加速針對火車站前後的交通 尤其是系統性的交通的建構 那邊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轉運站嘛 那國光客運 我剛剛請林副市長來盡快主持啊 來解決那個他們遷移的問題 然後整個交通動線 還是缺乏系統性的規劃 這個是就是說交通是非常重要 尤其也要稍微 也要搭配未來 我們如果說這個捷運藍線 就是一定要做嘛 那進入到市區之後的這個 整個共戰的問題 這個都要預留啊 整個未來交通進一步發展 的這些需要的空間 跟動線等等 好 那以上幾點 就作為財事